安婷来请教一下 这个今天的早上9点钟 韩国瑜召开了立法院的朝野党团协商 然后拍板了一件事情 大家也都签了 就是在下个礼拜 6月19号 20号会巡达 那另外在21号就要来进行表决 就是投票了 那可是在今天的这个朝野协商的场合 是大吵一通 包含了老柯 还有庄瑞熊纷纷杠上了韩国瑜 那其实当然就是为了抢发言顺序 讲更白一点 黄二铭也提到了 他说这一届的朝野协商 在经历多次讨论之后 早就已经达成了 为求发言机会公平 各党团是轮流发言的共识 那如果韩院长是刻意让特定党团 有连续比较多次的发言的话 那当然就不中立也不公平了 可是今天的发言顺序状况是 傅昆琦第一个 黄国昌 柯建民 洪梦凯 黄国昌 吴思瑶 换句话说就是蓝白绿 蓝白绿这么简单 结果这时候庄瑞熊就很不高兴 认为说为什么吴思瑶讲完之后 不是直接到我呢 所以就变成是在吵架 那这一番炒作起来 其实变成了今天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尤其韩国瑜是罕见的动怒了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讲韩国瑜今天的金句 只是原本我们认为说 既然到昨天的程序委员会 也都没吵没打的 然后看来现在目前吴思瑶 一直跳出来说 我们表决也不会挡 那请问一下 朝野协商玩这一出是要玩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纯粹从程序上面来看的话 因为本来就应该依照党团的轮流发言 那这也是三党都同意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因为现在有直播 有好有坏 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好处我们完全可以透过直播 去检视当天发生的什么 早上发生的什么事情 韩院长一开始就说 发言顺序按照党团轮流 所以第一轮呢是国民党先发言 再来呢是民众党黄国昌 再来是民进党柯建民 蓝白绿 到了第二轮的时候也是一样 依照着蓝白绿的顺序 吴思瑶讲完话了 那当然中间就还有一些这个叫骂什么 那不管他 蓝白绿发言完了 所以第二轮吴思瑶发言完之后啊 韩国院长接下来补了一句 说接下来呢是由庄瑞雄要发言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意思有可能是什么 第一个可能是说 下一轮再轮到民进党的时候 再等到庄瑞雄 因为呢民进党来了三个人嘛 所以当然你们三个人当中 那你们三个就轮流讲话 那但是这一句话呢 因为可能表达意思不是很清楚 所以旁边的黄国昌就提醒说 不对哦应该是要依照顺序发言 所以呢不是说连续两个民进党 所以呢韩国瑜就说 那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要回到本台的顺序 让洪梦凯再发言 那于是呢 庄瑞雄就开始欢了 于是庄瑞雄就开始欢了 这就是大概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你如果认真要讲说 好吧那到底应该是 各个党团派艺人轮流发言 但是民进党的认知 就是在蓝白两党 还有韩国瑜院长的认知 是一个党团派艺人发言 但是民进党 庄瑞雄或柯建民的认知 叫做我一个党要三个人发言完 再轮到下面的人发言 哪有这么阿拔的 哪有这么阿拔的 你前面也不是这样玩 以前党团协商也不是这样玩 那就算认知有差异 那怎么样呢 这个因为也没有规则明定 那当然就是听从主席才是 就是听从院长才是 而且前两轮都是这么玩 哪有突然到了第三轮的时候 就变成你一个党要两三个人 同时发言再轮到下一人 所以庄瑞雄的发言 或者是民进党团届时的要求 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第一个就是在程序上 民进党站不住脚 而第二个呢 我们从态度上面来看 因为如果只是看文字啊 或者只是看画面 其实不是很清楚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就 韩国瑜呢 完全是在压抑自己的耐性 就你如果在现场你在韩国瑜那个角色 你只会觉得庄瑞雄怎么这么欢呢 对吧 难怪韩国瑜要说 他要小心高血压的问题 尤其庄瑞雄最厉害的 就是他可以一边用喊的 然后讲说我哪有在喊 我哪有在喊 然后用吼的然后说你在吼什么 对对对你在吼什么 就是看影片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在吼在叫 然后在无力取鬥的就是庄瑞雄啊 好 但是我认为他就是抓着韩国瑜的 那一句话的把柄 你不是说等一下轮到我 那这个就解释清楚了 因为那个等一下是指下一轮 那这等一下跟讲什么 我们习近平就是一样的概念吗 就是有一些是语助词 或者是他的等一下 也不是说等一下就这么等一下 对其实就是下一轮 而且依照规定就下一轮 好那就算有语意不清 韩国也告诉你说 那我们就是等到下一轮 就是依照前面 所以主席也已经做出了最新的才势 所以论规则上 民进党站不住脚 那第二个呢 就从态度上来看 那民进党也站不住脚 尤其呢 难得韩国又口出金句 民进党是在鸡蛋里面挑钢鸡 当然啦 我们今天所截取到的这些画面 也非常有趣 但我认为你们还截取了 非常重要的一张 那什么呢 就是后来主席韩国才是先行休息 休息的时候 还没进行到休息 休息之前 柯建民就先离席 然后呢 立刻走到门口就抽烟了 哇 他点烟速度之快 大概都不用到15秒钟 就烟拿起来 然后呢马上这个白烟就从他的嘴巴冒出来 说什么那这不就是吸反射的事情吗 对啦 就对他一个老烟枪 就违规吧 违规啊 所以我正在问卫生局说 怎么样才可以具名的实际上检举 我已经检举了 你已经检举了 而且采薇你有那张图吧 我有我有 我有影片 等一下给大家 那个影片直播的非常清楚 采薇速度快 我才真要问卫生局 我应该去哪边检举 采薇速度直逼柯建民点烟的速度 就10秒钟立刻检举立刻上手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好那点烟的部分 等一下交给采薇来讲 我最后额外补充 就我认为说这个直播之后 有好有坏好处 当然是所有的过程 我们都一览无遗 发生问题了 我们可以去做追寻 可是我认为有一个坏处是说 会不会因为有了直播 所以政党协商 大家都比较爱演戏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观众 有摄影机 所以就很难进行实职协商 这点可能等一下 也要跟亮哥来做请教 因为早年没有直播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具体来谈事情的 可是有了直播之后 表演欲都上来 表演欲都上来 就更难谈事情 因为毕竟有一些是 真正要谈成事情 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 要对外公开 可能直播之后 反正真正大家都知道谈不成 然后通通都是来作秀 都是来骂人 因为只有骂人才能够 搏眼球跟搏声量 过去的党环协商 我听闻 早年没有直播 骂人的情况都是比较少 又没人在看你在演什么 对吧 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好好的就事论事 当然跟政党文化 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政党协商 我认为是 政党协商的直播 有好有坏 那么未来呢 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可想而知 所谓的政党协商 抛开民生福利的这种东西 永远都是不会协商出什么样的结果 对哦 其实我等一下让这个韩院长的金句 让采薇帮我解析之前 我们先来讲讲 张瑞熊到底有什么非讲不可的 张瑞熊他可是声称 还有一定要讲的重要事件 亮哥 其实张瑞熊他今天要讲的重点 是告诉大家说 原本呢 我是为了要来这个提吴宗宪的 吴宗宪委员的程序委员会 变更程序这个也需要去做协商 那因为我们来谈谈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小动作的 就是行政院他玩了一个小动作 是在周二就是礼拜二的 傍晚已经快要下班的五点半之后 他才将行政院的复议案送到立法院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其实就很有可能会让隔天 因为原本就已经程序委员会 应该礼拜二就要来举行了 他就在等嘛 那等等等呢 但是他还故意在礼拜二的五点半才给 可是还是最后有排进了 本周三的程序委员会 那如果你没有排进的话 结果就是你必须等一周 那很有可能deadline就过了 所以他说那这个画面里面 包括自身媒体人也去捕捉到了 他说看到了 镜头前总是针锋相对的副总招 以及柯总招 以及以毁线乱政著称的吴宗宪委员 竟然笑盈盈的巧好了 问题来了这样就巧好了 那行政院的小动作 到底是在瞎忙什么 柯建民的盘算 那元首到底知不知道呢 我们讲的庄瑞胸非讲不可 说其实连程序委员会的排案 都应该先透过党团协商 可是已经过了 连昨天柯建民都特别讲 他希望在昨天中午就可以排 那也确实排进了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接下来的一些时辰 那在玩哪一招呢 通常会在党团协商前送案进来 因为我以前也当过陈伟 陈伟都是中午开会 对 那如果是你那个礼拜二的傍晚之后才提案 那隔天早上朝野怎么可能协商呢 因为有些人搞不好有事啊 所以通常不会这样做啦 所以一定是这个这个提进来之后 然后这个事关重大吧 所以就是临时去通知那个 陈伟会的主席啦 就一定是这样啦 那大家就觉得这个当然要排啊 不然因为15天啊 怕夜长梦多啊 所以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这个蛮罕见的啦 因为事实上 行政院那个复议早就是一个成型的稿子嘛 又不是说要临时写 所以觉得蛮奇怪的 怎么会拖到现在才送 这个我倒不会去把他理解为 卓隆太太耍小阴谋啦 不会啦 应该是他的行政院的那个 办这个事情的人办事不利 他你真的觉得单纯就是行程走的慢而已 不因为他这样不会得逞 因为国民党一定会说哎怎么没有送案 那不会啊 他就跟你赌一口气啊 不是啊 可是问题是 那个陈伟 蓝白还是多数啊 他可以hold住啊 他可以说等你案子排进来才开会 而且是不是可以就有临时委员会 如果真的礼拜三赶不及 礼拜四是不是可以临时召开 陈伟可以hold住说我们等那个案子送到再开啊 这个没有问题啦 因为他是多数嘛 程序委会很少表决的 所以一般都是 之前党团就谈好了 所以哪些案要过哪些案不过 那有的要硬闯嘛 那硬闯通常都是少数党 临时提的案子 那那个通常都是全部被封杀 那现在大概就是 民进党在藏这个滋味 通常是这样 彩威来影片照片已经藏后了 但是我先讲讲韩院长今天的京剧 刚有很多官员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都已经在复盘了 把这些话重点了 韩国瑜今天动怒 他有这个摔鼻 有拍桌 有气到先喊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去外面喘口气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这个 庄瑞熊血压会高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讲道理 那你到底在吼什么 我也尽量公平了 你还在鸡蛋里面来挑钢筋 那我刚提到的几个动作 这也是我过去比较少 在朝野协商里面看到 韩院长的这个态度 开始硬起来了 过往他真的已经很努力的 维持中立以外 能够在有限范围内给大家方便 他也都给 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 越来越不方便当随便了 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今天的这个画面 所有的这个火爆场合冲突 源自于谁 其实就是民进党的不遵守规则嘛 那不遵守规则呢 又硬要说 哎呀韩国瑜不遵守意识中立 所以我觉得这个院长是听到 你居然说我不遵守这个中立的原则 因为他会很生气 就是他觉得他每一件事情 都是按照协商的共识 都是按照你们所说的规则来走了 然后居然还要硬扣我的一个帽子 所以我不遵守中立 所以他难怪他会生气嘛 但是在讲这个 他又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之前呢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画面哦 那就是今天柯建民 生气完了之后呢 骂完了之后呢 马上走出去点了一根烟 来抽 在这边 他就直接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当时候 来我把它打开声音来 这个变成是 我看一下 看他就直接走出去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画一个圆圈圈 他以为他走到室外了哦 没有 其实他正在室内里面 他还刻意背对着这个监视器 然后 对啊他就在里面抽啊 你看看我们还有放大 我还有放大 我真是夸张 他直接把烟掏出来 哦点了哦点了哦 好重点来了 烟团来了 烟团 有没有看到烟团 白白的烟团 对这个就是 非常非常确切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个影片跟这个照片 我都已经截图处理好了 我刚刚已经上1999 去直接检举了 所以今天这个检举会有奖金吗 哎应该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 我会把它捐到这个这个基金会 因为如果有的话 刚刚你内在有很多网友 已经把它再策入 然后再检举一次 你知道吗 彩威在立法院有狗争 不不不 这个都是 这都是IVD 那个OD的画面 对都是IVOD的画面 重点是 今天抽烟的人绝对有 不小心在室内 抽烟的人也绝对有 我们都没要去针对任何抽烟的人 问题是今天柯建民 第一他是累犯 第二呢 他们始终都是用高道德标准来看待大家 你不行那样 你不行怎么样 惯例是怎么样 反正我说的是怎么样 你就要怎么做 问题是今天他们就是第一不遵守他们所谓的共识 第二呢不遵守立法院订定出来的规则嘛 就以今天为例子嘛 大家都说好啊 那就是三党各自的按照顺序来发言 但是庄瑞熊就是不遵守 其实过去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啊 就像之前嘛 这个柯建民呢 一样在开会的时候 开委员会的时候 党团协商的时候呢 民众党因为多带了一个陈招之进去 然后就柯建民都不爽啦 就说大家说好 就是只可以带一个人 为什么你民众党可以带陈招之呢 当然民众党也摸摸鼻子的嘛 那就好啦 那你说不行嘛 我们可能也比较不了解 那就这样算了 结果到了国会改革的这个协商的时候呢 柯建民就硬是带了一个中夹兵进去哦 然后别人贼疑他说 你上次不是说不能带多带一个吗 结果他说什么 哎呀那个是有惯例的 奇怪 规矩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就是印证的过去八年 民进党在立法院阿拔的作风 直到现在改不过来 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依然觉得 我是执政党 我是民进党 所以立法院里面的规则 我说了算 就像今天早上嘛 明明就是有规则放在那边 但是庄瑞崇我想他这么聪明 而且他也当了非常非常多届的立委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个就是一个共识嘛 所以他在吵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自知无理了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协商下去了 所以呢就像是一个 这个小朋友要炒糖吃一样嘛 反正我也是吵不赢啦 我也没有理可以吵啦 我也没有理就跟你论述了嘛 反正呢我论述出来也是没有理的东西 民众也听不下去 所以干脆我就跟你吵闹 吵闹一定都会有曝光的嘛 所以你看今天 大家又开始在讨论了 那讨论是什么 你吵闹嘛 然后开始民进党又在那边讲说 哎呀你看这个韩国瑜不遵守意识规则 事实上是吗 当然不是 但这就是民进党一贯的手法 他想要先利用吵闹 让大家哦 开始又把这个焦点关注在这个立法院 然后呢再利用大家焦点关注在这边的时候 又开始在说你看韩国瑜都是意识不中立 国民党就是这样子意识不中立 国民党就是不希望给少数有讨论的空间 问题是给你的讨论空间 但是你不讨论你硬要破坏规则 这个就是现在的民进党啊非常非常可悲 完全不尊重议事规则 完全不尊重前一个小时大家才有的共识 好啦不尊重之外呢 柯建民又在室内抽烟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他也是一样 以前好歹在委员会走出来 还会对着走廊对着窗外 他现在这完全是室内啊 其实你知道走廊他也是算是室内 因为你只要有屋檐都算是室内 但是今天的他的画面更夸张 他直接是在门的里面 而且才离那个意识解决人没多远 他就直接掏出了烟来 所以他这是第一次累半 那之前卫生局就说 只要有影片只要有照片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开罚 问题是开罚 这个才从这个2000到1万元 对于柯建民来说实在太少了 而且我觉得柯建民对他来说 其实他是完全没有这个烟害防治的观念 所以接下来我要提一个案 那就是在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 像这种累犯讲不听的呢 我主张我们卫生局 就组一个团队 直接去立法院给他开课 跟他讲什么叫做烟害防治 直接邀请柯建民来参加 那让你上课 让你知道烟害防治是什么 我觉得很合理嘛 对不对很合理 应该来参加 他被抓过都没有参加讲席吗 对他完全没有参加过 重点是他没有参加过 那对于他来说 一万算什么啊 对不对 所以干脆直接去 帮他个人开一个课程 让他知道烟害防治的重要性 他不是还被民众党团 他可能跟你说对不起 我以为这是我家了 对不起 某方面来说 他也真的是 在这边让他自己家 对啦 立法院地狐狸 对 那他之前被民众党团也直击 在这个大家抗争的时候 他跑去了行政院 讲到休息室里面点烟抽烟 这已经在所不得 就不奇怪了 可是呢 大家多多发挥检举的功能 我刚刚其实跟亮哥 在上一个小时的绿野仙桌 在谈的时候 我们在讲说 柯建民跟蔡英文 在这个端午连家有见过面 那我说你还问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他后面事后 有讲蔡英文 传授了三点重要讯息 亮哥不好意思 你再重新去看一次 柯建民的po文 修改了 蔡英文的三点讯息 被删掉了 他的三点讯息 惠后交代被删掉了 好 我们重新先看回修改前 修改了 修改了 太坏了 没有什么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给他翻出来 在这张照片 就是跟我们已经毕业的 前总统蔡英文 见完面之后呢 也特别提到 最后有三点提示及叮咛 来自于蔡英文 一党内同志不分派系 要坚定支持赖清德总统领导 二党团同仁要高度团结 共同承担责任 与卓榮泰行政院长并肩作战 三加强深化与公民团体 与社会以及年轻人的对话与合作 如此才能够迎战 藍白不理性行为 让台湾往前走 现在是关键时刻 为什么他要帮蔡英文po这三点 而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只剩下 最后蔡总统也很高兴说 我难得来看他 也对我个人提出叮咛 我也感谢蔡总统的包容我过去 常有不同意见 其实都是为了公事 在笑声中结束谈话 私事被删掉了啦 我是没有看到修改后啦 我看到修改前 我直接的感觉就是 蔡英文已经感受到 赖清德上任还不到一个月 那种独裁 跋扈 未来会对权力的掌握 越来越大的那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他当然要向他示好 被吓到了 因为他论文把柄在人家手里 如果赖清德手滑了 就公开了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就讲了那种话 因为那种话 坦白讲也不太像蔡英文会讲的话 我们要效忠赖领导啊 有这么快啊 不分派系全力效忠赖领导 就是坚定支持赖领导嘛 坚定支持 对啊坚定支持赖领导 这个我们在政治上就是求平安的说法啦 保平安 就是因为坦白说啦 2019 讲一句白的啦 2019赖清德被刺蔡英文 挑战他初选 到2023 那蔡英文对赖清德好过吗 赖清德几乎都没事干啊 你知道吧 从2020挑他当副总统 对 什么事都没有啊 本来 把他放在地上蕊就不错啦 一度本来还传出一个传闻 所以要叫赖清德去处理原住民事物 后来没有 没有成真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连这种话都传出啦 对 你就知道说 不是要把他做的事 要让他没聊事 要找新的储君 觉得一下也没找什么 你就知道那个 吕秀年那个时候 就已经无聊到 可是人家阿扁后来 让他当人权委员会啊 还让他做什么科技委员会 之类的 那现在真的是完全没事 所以我坦白说 你也要佩服这个阿信 就是板凳座三分之一 最后这个逆转形势 能够新的这个天子 没有啊 那是怪郑文燦不争气啊 是啊 我知道啦 另外 郑文燦是在取代他的啊 是啊 人家以前除军的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李登辉 在蒋经国面前 也是做三分之一板凳 对不对 后来专权之后 非主流全杀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不就这个味道吗 没小没小 对不对 结果就是 赖清德现在专权了嘛 你会怕吗 连蔡都会怕 那赖多可怕 现在殷戏 现在殷戏还有几只小猫 殷戏 殷戏现在有哪只小猫 中常委可能只剩一或一加一 你看罗智政都没有安排啊 那苏小卫把他市场部主委给夺了啊 对 那苏小卫还能选戏 然后现在还要给你搞什么 还要给你搞那个 叶元之内区的罢免 那戴伟山要来选 那罗智政你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他本来就很难回来啦 没有啦 我是在说 他做到这么绝啦 让你都没努啦 让你都没努嘛 所以 那郑文贊不就惨啦 啊 郑文贊啊 郑文贊 郑文贊你还 抢斗地位不成 他独代事要猪九竹的 你没看郑文贊今天吓到这样 什么 胡歌啊 台北市的节目制作公会邀请他来 因为他有一档剧要上嘛 那郑文贊真的有协助啦 他去沟通那个陆委会啦 所以就让他进来吧 事后出声明说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帮 吓成这样子 我没有啦 我们没有 吓成这样 已经双手投降了 没有啦 因为你没有请示赖皇上 说可不可以让胡歌进来 这随便批准他进来啦 没有啦 一定会经过文化部跟海基会嘛 跟陆委会嘛 所以显然他作为海基会董事长 有去说服嘛 这个郑文贊作为废太子的命运很危险 至少他有协助做出人这件事 可是事后呢他又不要 那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又不要邀功 因为他怎么知道媒体会把他写出来 很大的 这个皇上不开心啊 是啊 没有啦 他怕啦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说话都是怕 怕皇上不开心 还有谁啊 那我们沈柏洋是要皇上开心 没有啦 什么样不是啦 什么样这个不一样的例子 对 什么样是冲太前面 他是皇上清定的优秀人选 他是嫡系啦 他是禁卫君啦 那禁卫君他是协助要放出 没有也不算嫡系 应该算锦衣卫 不啦 他也算是跟曹新成有关嘛 曹新成 所以他推荐的啦 推荐的啦 大君主 大君主 那那个 就是他希望透过什么 我跟你讲啊 你到处检举人 到处讲一些有的没的 这个有很多部分区立委 不会干这种事啊 对 那你如果区立委 你又怕得罪人 把话讲到那种程度 对不对 一副所有的台商啊 陆配都要列管 把话讲到这种程度 村里长都要列管 所以我先检举的 郑立军要列管 对 不啦 这种结果就 沈博洋就讲出来了 对 事实上 賴清的要的只是一种氛围 所以你们这些人啊 你不要以为我没招啊 你们去大陆 他把他招招的啦 那很多人都在帮 他做这种动作 放这个话嘛 比如说 这次那个 那个季灵连啊 不是 就是出来骂赖清德嘛 对不对 那以前是黄福星的嘛 这次也要去参加 那个黄埔百周年啊 就有人出来垫他啊 可是 那些垫他的人 分量都不够嘛 都像他 他就算没人出来说嘛 就是这样 可是他讲过头了 你怎么可能陆配也讲出来 对啊 他是直接意识到 而且他讲陆配是怎么讲的 你知道吗 他说因为他还有家人在大陆啊 所以他们在这里 比较容易变成人质啊 有道理 王定领家也有亲戚在大陆啊 还有周一寇也有啊 我公开指名周一寇也有啊 赵天霖有些 赵天霖更是亲亲亲亲的 对啊 对啊 他们是两岸一家亲亲啊 对对对 两岸一家亲亲 他那个逻辑已经 会伤到民进党了 赶快修正 对 一定是有人告诉他说 哎 你把他差不多了 不过人家齐正飘飘啊 我跟你说他这个就是 修正 可是 这个也 这个正还是看到了 正还是说 这小子勇敢 对 敢帮我说出一些话 内心的话 我跟你讲那个 纳粹 希特勒在崛起的过程 还是要有人帮他当dirty job 对 哥培尔 就是要有人说 他就是扮演哥培尔的角色 讲出那种话 对对对对 这种话一般人不愿意讲 对啊 不愿意讲 小民友啦 1450友啦 可是你已经是立委 对 你还愿意把话讲到这个程度 那 就是 他这个不是需要一条狗 我还是需要一只狼啦 不过我们定个标准啦 有在大陆投资 或者在大陆赚过钱的人 一例都是第五众队 第一名郑立军 我想不对 他差点讲成这样 真的啊 他差点讲成台商也要列管 郑立军就是 他这个得罪多了 郑立军就是我 第一个指头的郑立军 郑智辉也中 郑智辉也是 是啊 还有那个国科会主委 还是那个 是啊 第六个 因为賴清德 都用了第五众队 现在当部长 这个就是他那个刀 杀太大了啦 所以 就立刻引起反弹 好 我忘了 我公开怀疑郭智辉是第五众队 还省便再 再找人啊 进来 刚亮哥有讲 为什么今天庄瑞熊可以有版面 可以备受大家讨论 就是因为今天很多新闻的发展 刚好告一段落 又还没有更新的议题出来 其实每一天新闻 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昨天为什么爆挂这么好看呢 大家这个完整版界去看一下 因为昨天在爆挂出了很多特别的例外 例如我们再去找柯建民跟蔡英文见面的时候 端午廉价那个聚会 然后柯建民在会后也特别引述了蔡英文交代的三点特别交代 结果我们发现事后删文 然后成为了昨天最大的主轴 那亮哥第一时间的反应的吃惊 也都被我们镜头给拍下来了 在今天我们本来以为 这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告一段落呢 不是 因为今天立法院的记者们就追着柯建民在问 说哎 为什么要偷偷的删文呢 老柯呢 他居然要记者说 好啦不要再为难我了 今天受访是巨大的 你有看过老柯仇放过吗 你有看过蔡英文 可见赖清德多可怕 撕裂战是不是已经开打了呢 今天连带的所有的绿委 还异口同声都要出来特别辟谣 拿消毒水出来洗地 说我们从来不存在矛盾 没有因德之争的现象 不存在 陈冠廷出来讲了 许志杰出来讲了 林楚英也出来讲了 亮哥 对啊 可是柯建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修改过脸书 柯建民是这样的人吗 会Q吗 会囚放过吗 我觉得 跟他讲不妥的 搞不好是蔡英文 所以 所以他也得不到 赖那边的声音 那蔡英文就觉得 你是不是写得太过了 因为昨天那个文 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没看到 柯建民是把它写成说 蔡英文劝全党不分派系 要全力支持赖清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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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就是 巩固领导中心啊 第一个跳出来举旗 那个味道 那这个在政治上 通常会被人家理解为 大概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 要第一个喊效忠嘛 那第二个就是求饶嘛 通常人家大概只有这两种解读啦 所以 所以 而且你看绿云就立刻要跳出来讲话 越跳越感觉坐实了这个部分 出来讲的 出来讲的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是新潮流的 搞不好出来讲的都是非新的 许志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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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志杰 许志杰 许志杰本来也不是新潮流的 但他后来算啊 对啦 可是目前新潮流并没有要支持他 赖瑞龙 我的意思是说 我就来看看那个 急着出来表态 说没有应该是真的啦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非新系的 那 这里面就有 事实上最近 英系也有做一些动作嘛 比如说那个 那个焦糖去接 市党部的执行长 对 那当然也是为了下一波的 那个市议员的提名 再做预作准备嘛 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 那清德大概 因为他的派系色彩是蛮明显的啦 那我觉得那个 指标点应该会是 如果叶元智那一区真的有变数啦 那戴伟山要选 罗智政怎么办 你就要做安排啊 罗智政 罗智政就是 越远之内区的啦 这个人还有啊 人家 人家赵天霓安排了容刚董事 人家聆听党秘入去 你不要忘啦 那当然那个 赵天霓是全力帮黄杰浮选嘛 那大家都看到了嘛 因为黄杰高票当选 不这个就是政治啦 就是 机会不给你啦 可是你还是要表达效忠 然后让高层看到你的效忠 然后进而高层就觉得说 你这个人还可造就 所以做一定的安排 这个一定会有一个过程啦 因为 英系现在坦白讲也找不到 找不到老大 找不到一个像样的老大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通常在 换 换老大的时候 民进党过去的做法就是 通常就会并入 比如说以前有一些 像比如说许志杰 他们本来是跟 跟余政宪比较熟的啊 那就会开始并入 最大的派系嘛 那那个时候就并入 花妈的派系啊 所以就顺势就变成新潮流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不然 不然就是会有一些 因为赖清德这个人 他的朋友比较少嘛 所以他不容易看到你 他要有一定的连带 人家才会互相推荐嘛 不然他不容易认识到你啦 因为他平常的圈子里面 又没有跟你好的人 对不对 所以就有一些人 这个时候要急表现啦 就表示说 其实我是这个已经 效忠到这个 这个赖的新的王朝啦 这个姿态就要摆出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那个 柯建民昨天修改了那个脸书 是因为啊 他把自己想要写的东西 直接塞到蔡英文的嘴里了 那这种事情 蔡英文是会反弹的 所以我估计应该是蔡英文 透过助理来表达意见啦 说这样不妥啦 所以他就修了 应该是这样啦 感谢我们的这个网友在热烈的讨论 关于到这个为什么柯建民会修 那我还是要来插播另外一个资讯给漢婷喔 就是对啦 我们在讨论说为什么连柯建民都会怕 连蔡英文都不知道有没有讲那段话 也许是真的被塞进去他嘴里的 可是要来护航 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名字 护航之余 我觉得林楚英的这个回应特别的奇妙 他今天帮忙缓霞就说呢 脸书文字修正煽动处不是一个新鲜事 那国民党立委徐晓星你也是啊 你的声名还改了四次呢 有心人士真的不必见缝插针 我比较怕的是 连蔡英文都有求生欲的话 我对我们自己未来四年是蛮害怕的 不是啊 蔡英文跟徐晓星完全没有可类比之处 我们个人自己的发声明 然后跟我的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 蔡英文讲什么东西 然后再删改 那层次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否则的话你刚才拿小学生写作业 然后也会途徒改改来做文章好了 所以柯建民跟蔡英文的对话的层级 就是像小学生写作业一样对吧 那你这根本是自贬身价 自己也觉得柯建民与蔡英文的讲话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实际上来分析 其实黄耀明分析的比较全面 他说第一个就是蔡英文没这么讲 是柯建民自己过度衍生乱写 所以后来才修正 第二个就是真的有可能有这些内容写出来了 要嘛是蔡英文要他删掉 要嘛是赖清德要他删掉 总而言之都不可能存在一个 柯建民自己觉得不妥 然后把他删掉的 不存在这个事情 所以柯建民他才会讲说他很为难 就是因为删掉的原因 他不能讲 所以很为难 那到底为什么需要删掉呢 不论是自己延伸乱写 或者是蔡英文或赖清德要他删 因为这三点一说出来啊 就凸显了当前民进党的困境和困局 他告诉大家 哎呀现在要全面支持赖清德的领导 表示什么 现在有人不听赖清德的领导 表示现在派系对立 那他说党内同志不分派系 要坚定支持赖清德 那就是现在党内有派系的对立 有派系的斗争 有派系的局域 不服从赖清德的领导 或者是在看赖清德的笑话 或者是对赖清德消极以待 所以才要大家积极勇固党的核心 才要积极勇固赖清德的领导 第二就结合得很清楚啦 他说党团同仁要高度团结 那表示现在党团有人不团结啊 那这个团结要团结在谁身上呢 当然是难道是团结在 这个无私要身上吗 不是啊 党团当然是要团结在柯建民身上 所以这一句 到底是蔡英文说的 还是柯建民自己衍生 因为他言之就是告诉大家 蔡英文说 你们都要团结在我柯建民身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民进党内仇恨值最高的立委 基本上就是柯建民 再不然就是吴思咬 就这两个人 因为胡言乱语不断 那近期呢 又多了一个沈柏阳 沈柏阳 王毅川 这个于北城 号称民进党新三宝 因为都在胡言乱语 但是呢胡言乱语的 会胡言乱语 但是胡说八道 然后以及妖言惑众的 另外呢神志不清的 可能比较像是柯建民 所以他讲说 党团同仁要高度团结 承担责任 那就表示真的是有其他民进党的立委 不开心 比如什么呢 比如先前的原住民族的立委啊 对吧 民进党原住民族立委的提案 然后柯建民反对 所以可想而知 他一定不开心 所以柯建民才发文 你们不能不开心啊 蔡英文都说了 你们要听我的啊 然后再说 要跟卓榮泰并肩作战 那其实讲的就是复议案 那是不是也显示着 有人不支持 要跟卓榮泰并肩作战呢 民进党的立委 跟行政院长卓榮泰并肩作战 这难道是一件 特别需要点名的事吗 提醒的 需要提醒的是吗 不用吧 这套句王一传讲的 应该问膝盖膝盖都知道啊 所以如果还需要 蔡英文的口中说出 立委要跟卓榮泰并肩作战 表示现在行政跟民进党 立法之间的对立 已经很明显了 再来第三个更关键了 然后他讲说 你看你们要加强跟公民团体 跟社会的对话跟合作啊 这什么意思 这完全就是蔡英文的那一套 就表示了从太阳花以来干嘛呢 就是要回到街头上啊 要去煽动学生啊 煽动年轻人啊 要像四大公头一样 要到处地方宣讲啊 全面开花啦 然后呢 就把这个舆论全面的反扑 所以 这些呢 为什么最后要删掉 第一 它充分凸显了民进党 当前的乱象 以及不团结 这个 怎么可以让大家发现 我们皇城之内 是不和谐的呢 怎么可以让大家发现 我们民进党内 其实是充满矛盾 厮杀跟对立的呢 所以当然要删掉 怎么可以让大家发现 其实我们是在规划 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我们就是要 地方包围中央 要到各县市 地方煽动青年 然后呢 乡村来包围都市 这就是民进党 在学的游籍战术 好 这完全在搞 当初这个 在中国大陆 老共如何包围国民党的 那一套招数 所以战术 不能够提前先讲 然后呢 这个策略以及民进党用心 也不能先讲 所以才会被删掉 一个市场只办一场 这个也对啊 蛮作秀的 对啊 那国民党说要办百场 在这边提前 独家预告大家 我呢也会 将会举办特别的活动 直接告诉大家 我将举办TikTok 支持国会改革 短影音大赛 与其我来讲 不如你来说 只要呢 上侯瀚庭的网站 来看到比赛的办法 最高奖金2万元 每个人都可以上传一支 支持国会改革的影片 我们现在进入广告时段 上传到TikTok上 然后呢 我等一下会寄发票给他 对 对吧 因为这个扩散量才大 而且这可以让全民参与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说 哎呀这个 我要主动来看一下 大新闻大曝卦啊 对不对 那欢迎大家 按赞 订阅 加分享 但如果说 今天有奖金的诱惑 只要我拍一支影片 支持国会改革 我就有机会可以获得2万元 所以侯瀚庭呢 自掏腰包 慷慨解囊 抛砖引玉 希望呢可以呼吁 全台的乡亲 共同上传 支持国会改革的影片 一起拨乱反正 不仅能够打击不实的讯息 支持国会改革查币案 而且还能赚奖金 赚奖金 好康等你拿 详情请上 侯瀚庭粉丝专业 目前是独家发布 正式讯息 稍晚公告 你这个时间要拉多长 这举办的 就是募集这影片的时间 一个月 一个月 那从现在准备开始 你要叫人家投稿 对对对 而且呢 代表你刚完全没听到 这样的半句话 我以为是要看你的影片 不是 看我影片啊 是大家自己拍 我们可能会发觉很多 就是在地 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啊 对对 然后呢 就他们拍了 他们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比我在这边讲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讲 与其我来讲 不如大家自己拍 然后每个人自己拍完 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都有无限的创意 所以这个样子才叫什么 才叫真正的全面 地方包围中央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你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另外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